把面条放入空气炸锅中 没想到这么好吃 吃了30年的面条 第一次见这样做法 真的是太解馋了 你们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些干面条 家里面没有干面条的 用湿面条也可以 先把面条放到锅中 我们给它煮一下 水开下入面条 再用筷子给它搅动一下 防止煮面条时候粘锅 面条煮好以后 给它捞出来 放到一个盆子中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生抽酱油 加入食用油 加入一些烧烤料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 我们把它放到保鲜膜里面 然后把面条包裹起来 一定要给它包裹延时 包裹成这个样子以后 就OK了 然后我们把面条 放到冰箱的冷鲜室里边 冷藏一个小时 经过一个小时的冷藏 面条已经冷藏好了 把外面的保鲜膜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再用菜刀 给它封好份 切好的面条 把它放入到空气炸锅中 最后放入空气炸锅 温度180度 时间15分钟 中间给它放个面 时间到打开空气炸锅 哇 好香啊 把它们取出来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干脆面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干脆面 没有任何的科技 也很好玩 在家做非常简单 而且烤出来的面条 您看特别的酥脆 孩子多吃 也不怕 不健康 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如果您家的孩子 喜欢吃干脆面 就试试这个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